來啊 蘭嶼有大事情喔 你看這是蘭嶼看過去的銀河 哇 這是蘭嶼看過去的 這個應該是日出 你看看 美不美 美單美極的 害我都很想去爬爬購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大事情就是原來啊 這個蘭嶼啊 有一艘平板大船啊 下水典禮在七月十二號 這東青部落人又照了一艘啊 平板舟的大船 七月十二號下水典禮 結果很有意思的 原來啊 我們美好世界的這些好朋友 大家相交你知道嗎 然後都去蘭嶼了 然後所以呢 蘇弟的美好世界 很多蘭嶼的照片 那今天呢 蘇弟選用的是姚怡文啊 我想說哇 怎麼這麼美 哇 這個姚怡文啊 把這個蘭嶼 包括它的自然景觀 日出 日落 銀河 還有呢 這個下水典禮 哇 拍得非常的鮮活啊 就覺得蘭嶼彷彿 就像是一個仙境一般 當然囉 今天呢 我們呢 當然是選用了 姚怡文的這個照片 可是呢 美好世界的好朋友們 你們呢 拍的這些蘭嶼的照片 熟裡都看到了 那麼呢 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再挑選一些作品 再為大家來做露出好不好啊 大家不要緊 你看看這個是不是很可愛 喔 原來蘭嶼啊 有羊你知道 這個羊喔 還會逗 看起來真的是很可愛 好啦 這個我們呢 就講到這邊就好 反正七點呢 二十分 我們還會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再講下去好像時間要over對不對 假如 沒有錯 快沒時間 所以趕快把時間交給熟利囉 好 我們還是趕快來看氣象 比較重要 來來來 趕快看的就是呢 我們高雄瘦專情人觀景台啦 展開今天的開始 來 今天七月十七號的禮拜三囉 一開始我們就先從目前溫度 趕緊帶大家一塊來看看啦 那麼現在外頭各地的天氣狀況 還有溫度如何 今天有三顆燈在這邊 一顆燈在台北二十七度 第二顆燈呢在台中二十六度 再往南走 南方的各鄉間嘛 一顆人多了喔 東部呢 花蓮也一顆燈二十六度 整個離島地區來說啊 麻祖有清雾二十六度 金門澎湖你看啊 金門二十八 澎湖啊 現在就三十度了 還有呢 今天熟利 無論如何要跟大家講 今天的紫外線好可怕喔 幾乎都是危險等級啊 只有一個地方 新竹市跟新竹線是過量級 但是我告訴大家 如果以今天這樣下去啊 新竹很有可能 也會是危險等級的 所以無論如何 防曬小 防守 墨鏡 陽傘 帽子 無論如何今天一定要戴喔 太陽會咬人的 那麼呢 從衛星雲圖 我們就要來看看了 在天氣上來說 今天高壓很強勢 吹的都是偏東南風 所以不下雨之前啊 今天各地艷陽高照 可是呢 今天一樣也有曬白雨喔 我們從雨區預報啊 您就可以發現 今天來說 各地的山區 雲家以南都會下五候雷陣雨 大台北的偏南側 也會有下五候雷陣雨的機會 大台北偏南側 下得比較早 時間比較短 然後呢 雲家以南下得時間比較晚 甚至有些地方會下到晚上去 這一點要多注意了 從地面天氣圖當中 我們還是提醒今天啊 隨偏東南風的情況之下 有些地方還是上看三十八度的高溫 有哪些地方呢 我們從氣象署的高溫資訊當中 趕緊來看看 一個是台北市 一個呢是台東 一個是屏東 那麼另外包括了台北市啦 嘉義跟台南 雖然是橘色燈號 但是今天也有機會 站上三十八度 我們趕緊來看看啊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呢 北部地區啊 今天的高溫是在三十四到三十八度左右 今天呢大台北地區都有機會挑戰三十八度的高溫 那麼中部地區的話 今天的高溫三十五到三十六 再往南走啊 南部地區 今天的高溫則是三十五到三十七度喔 那麼至於啊 在東半部地區 今天的高溫則是三十三到三十四度之間 那麼離島地區今天也是很久 今天是三十三到三十六度呢 所以最後淑莉再次提醒大家 這麼熱的情況之下 最重要一件事情 進出冷氣房如果溫差太大 其實也是會中暑的喔 所以大家就要多注意了 時間交給家如